大家好,今天我22 我晓得天籁之音 所以早上先跟次于我天籁之音的父母打个视频电话 还有我同样天籁之音的毛妹妹 然后就准备出去逛街咯 今年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是高冠鞋课 没错,我来柏林的主要户地又是来跳舞 我真的好喜欢那个老师啊 而且我这次熟门熟路了 我住的酒店就在哈克市场旁边 所以早上星期六在一起 发现有好多好玩的小店我上次都没看到 这家卖胶片相机还有药水什么的 还挺好玩的 但我觉得胶片是个消费无底洞 还有一家很漂亮的首饰店 我喜欢这种没有太多选择 但是每个都很好看的店 就不会挑花了眼 只有两个选择我都能纠结半天 这里边还能纹身 还有一家卖跳舞衣服的 我觉得芭蕾一半的快乐 都来自于花里胡哨的体肤 小红说好多人推荐这家肉桂卷 记得我昨天说什么吗 从挪威来德国吃肉桂卷 我何必啊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巧克力面包棒 然后突然出太阳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买的东西 我在啃面包棒的时候看到里面 刚出炉的肉桂卷被抬过去 这我不买不是人啊 它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肉桂卷 它又软又不甜不腻 好吃到我想把这个师傅打包回家 再欣赏一遍 它面包体有一丢丢咸味 它上面亮晶晶的也不油腻 而是刷了蛋清和薄薄的焦糖 我昨天说的话就当放屁吧 我就是来德国吃肉桂卷的 我想来这里打工脱胎的技术 像假狗一样 它是真狗 这狗是这家店的火招牌 但是店员跟我说no 很凶诶 谁稀罕 反正你衣服也不好看 超爱逛眼镜店 红色眼镜感觉有点腮红的效果 感觉这里眼镜好看 80%是因为灯打得好 还有一家特别漂亮的Vintage 我看上一件Blue Marine的毛衣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好好看啊 刚才这家店 可是它配不上我的大头 这好像是欧洲唯一一家Living Westwood 感觉我就像哈利波特神奇动物 里面那个耗子 我每个都想试 这个penis180欧 有点贵了 如果是vagina的话那还行 比起衣服和包 我现在更喜欢买配饰 因为不占地方 同一件衣服换个配饰 就可以搭出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他们衣服不好看 这家店一次直接带两个客人 有两个女孩就一直在外面等我 我就速速买完 回家准备我跳舞的衣服了 下午4点多 我觉得我还可以看个展 这个时候太阳真的太美了 讲老实话 我觉得这次的展没有上次的好玩 上次那个AI的会动 真的把我标准拉高了 但外面还是很漂亮 不看展也值得来 我们就是一个快速看完快速看完 我上课之前 维持一下生命体重 还有一个很难吃的炒冰淇淋 放了半个小时都不带画的 同样是天黑的时候 不睡觉 起来跳舞 来舞房跳舞不比蹦迪好吗 蹦迪黑龙瞎活的 画好看的妆也没人看得到你 但是在舞房子可以欣赏自己啊 如果说健身的时候 我的多巴恩通道没有打通 那跳舞的时候我就是个多巴恩迷宫 多巴恩都没见过这么多通道 他进来就出不去了 这个点只有中东大爷们还在营业